总统蔡英文今天来到了台东县市查灾情 除了到两个礼岛 绿岛和南宇之外 也来到了太马里地区 因为我们都知道太马里地区 是这一次风灾当中 台东县受损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 因此蔡英文总统也特别到了当地 去了解农损以及污损的情况 在巡视结束之后 蔡英文总统也一行来到了 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听取简报 我们先来听一段稍早之前 总统蔡英文在会议上所做出的指示 这个复原重建的过程中 那么请行政院务必要把握 重优重述重检的原则 以进驻的吴主委为单一窗口 让中央充分掌握地方的需求 快速的来调度资源 好的 蔡英文总统还特别感谢国军官兵 在风灾发生之后 立刻投入大量的兵力 以及设备投入救灾的行列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投入了3298人次 还有216车次 对不起 216车次的各式机具 来协助民众清运路数或者是整理家园 当然了 蔡英文总统也特别强调 透过这一次风灾 也让所有在后山的居民能够理解到 其实在这次风灾当中 中央政府会用尽全力 协助在后山的民众 能够一起齐心协力的 共同渡过难关 以上是现场最先的情况 把时间交换给棚内